原来福西大师是功夫熊猫中仅存的龙神后裔 虽然没有龙神那么强的实力 但他依旧可以轻松击败大多数的强者 福西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的毒液 能够让敌人麻木的同时再产生恐惧的情绪 但也正因为福西大师的力量太过可怕 受他保护的村民才会选择除掉他 这也导致福西的家人受到牵连 失去家人的福西最终彻底黑化 决定摧毁和平补所有的人 于是他耗费大量的时间积攒了一大袋毒液 目的就是为了在导水馆庆典时放进供水系统 让所有村民都中毒 在此期间福西大师也并没有耐心等待 而是经常在竹林埋伏报复村民 这也导致师父他们掌握了福西大师的大概踪迹 就在商量如何对付福西的时候 翘小龙确实反对的意见 他不愿意对自己的同类出手 看到小龙这么坚决 师父只好与他单独谈话 我不会对付我的同类 我不会 翘小龙大师 我想私下跟你谈谈 是师父 好在经过师父的疏导 翘小龙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立场 同意与阿宝一起去竹林寻找福西的踪迹 在他们来到现场的时候 因为翘小龙与福西同为蛇的缘故 吓跑了所有的村民 他们只因为我是蛇就觉得我是坏人 哎 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你 我们还是分开走吧 一起走比较安全吧 就这么决定了 在与阿宝分别搜寻后 翘小龙遭遇了其他村民的埋伏 理由仅仅是因为翘小龙与福西都是蛇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躲在暗处的福西出手救下了小龙 内心非常纠结的小龙也不知道 现在该不该抓住福西 此时纹身赶过来的阿宝直接对福西出手 在经过十几招的对拼 福西最终被阿宝打中七寸 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经过这一件事 福西也稍微认可了一点小龙 因为救出自己已经表明小龙 站在了翡翠宫的对立面 福西也将自己如何摧毁 和平骨的计划告诉了他 你怎么有足够的毒液呢 我藏了很多毒液 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 你要帮我把毒液 倒进村子的供水系统里面 在听到阿宝的声音后 福西也给了小龙最后的考验 翘小龙 啊 翘小龙 啊 经过小龙对阿宝的出手 翘小龙已经完全获得福西的信任 于是福西将自己隐藏多年的毒液拿了出来 并顺便让小龙解决掉阿宝 然而小龙并没有干掉阿宝 而是解开了束缚阿宝的绳子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龙 为了获得福西信任所设计的圈套 师父派我来调查福西的计划 我要先查出毒液藏在哪里才能行动 可是你咬了它 我看到了 瘫痪肩膀夹 愤怒的福西将毒液丢向了供水时 但阿宝与小龙合力接住了毒液 几番打斗下 阿宝他们也顺时落在了供水系统的水槽上 随着水槽的快速移动 在阿宝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福西直接跃起撞翻了阿宝手里的毒液瓶 落在水槽的毒液也彻底溶进了水里 小龙为了不让毒水流进和苹鼓 提前在前方折断了水槽的柱子 最终在阿宝与小龙的合力下 彻底击倒了福西大师 虽然福西大师的目的是为了干掉和苹鼓的所有村民 但这一切可以说都是村民所造成的恶果 如果他们当初能够坦然接受福西大师 而不是恐惧他的实力 那福西大师也不会走向黑化的道路